陈奕辉老师你对目前指数的一个调整形态是否确立有什么像的观点 还有目前所看待的方向大概是哪一边 我们在上周一的时候其实也重点强调市场已经是面临了有三个魔咒 首先我们强调比较清楚 在2月底的时候我们指出了整体从历史上 我们归结为在3月初也就是会议之前往往是一个连续震荡反弹 那么在开会的期间往往是一个大幅的调整 我们总结了从2019年到2022年连续一个震荡下行 这个其实就是会议的魔咒 这是其一其二 我们强调了从整体的2440点反弹以来 一个大的上升周期没有超过90个交易日 包括同下跌周期也是一样的 也没有超过90个交易日 那么从前期的地点我们看到10月31号2885点 整体反弹到3月7号的高点 那么整体反弹的是86个交易日 那么正好其实我们看到符合一大波段 所以说我认为整体从时间上也是够了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是第二个从时间上的魔咒 那么第三个其实我们在上一周也重点强调 当出现中石油中石化整体形成反弹 其他的板块和个股不涨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什么 整体带动指数量能没有形成放大 那么我们要留意一下会不会出现中石油中石化见顶的魔咒 所以说整体而言的话在上一周市场 形成一个连续的一个下行 这个其实我们从在上周一的时候也讲得非常明确 如果说从定性上 我认为3342点是一个中期的高点 也就是从2885点整体反弹以来的春季行情已经是结束了 这一点我们投资者要知道 因为春季行情往往也分成三个阶段 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估值修复的阶段 第二阶段也就是盈利预期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政策博弈的阶段 那么在三月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要是以中石头为主 性创数的经济整体反弹 其实就是政策博弈 那么这种政策博力并没有伴随着量能增加 和整体的这种盈利预期的一个上行 所以说形成了一个一直有趣的行情 那么市场在这个位置跌下来 那么跌下来之后是不是在这个阶段 比如说目前是一个低开高走 那么整体市场形成一个整个反转性的行情 我认为还暂时不存在 因为本周来讲的话 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性的修复 或者是情绪性的修复 我们需要等等的是什么 我认为主要还是等一下这个数据 一个是在3月15号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 1月份和2月份的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在前期也强调过 比如说3月的21号 它是要美联储议息的决议 3月份到底加息25基点还是51个基点 当然从概率上还是25基点 概率更大一些 所以本周其实我不是特别悲观 但是整体在不悲观的情况下 我并不认为这个位置是已经是筑底了 还是要耐心等一下数据的公布 以及整体调整周期的结束 我认为调整周期没有结束是这样的 是成员的 有点争象 职制度 就可以了